歐洲的這個金融危機 已經沉澱了嗎 還沒有 歐洲現在是比較悶燒 還在悶燒 就是那個稻草堆裡面那小火 還沒有到冒煙的程度 慢慢悶燒 什麼是起大火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但美國沒有了 美國火已經滅完了 沒有 眼之過著還在悶燒 也還在燒 所以歐洲美國都還在燒 對對對 你看那銀行股碟成這樣子 就是 你有銀行股嗎 不能哭啊 就還在燒就是 但中國銀行非理想避風港 我覺得講這句話是多餘的 這是哪一個報紙的 該打屁股 他說 你們不要去買歐洲銀行 不要去買中國大陸的 銀行股的股票 但是問題是 所有錢都存到中國大陸銀行去 特別是中國大陸在香港的銀行 收了一大堆存款 那你怎麼解釋 避風港你是到底要 那就是說你把存款移過去 對啊 避風港你要從存款人的角度 還從股東的角度 當然我承認一件事 中國大陸銀行股大漲不容易 因為它是被政府嚴格控管的 那政府嚴格控管的一個企業 你要漲那麼容易嗎 看看那個螞蟻集團就知道了 馬雲已經告訴你了 不能把自己漲太大 對 螞蟻不能廢 因為中國大陸的政策就是說 像有幾個國企股票跟銀行股票 不准你炒作 這是很明白的政策 所有的大陸股民大都大概知道 你在買銀行股 就是零點股息 小漲一點 你什麼時候看過 保守型投資 對你什麼時候看過 中國大銀行股這樣狂飆的 從來沒有 好大的狗膽 而且銀行是受政府嚴格管控的 那它的銀行股的股價的確是偏低 但是不容易漲 一個是因為體量太大 它全世界最大的銀行 體量太大 所以體量太大的話 大牛股就不太容易動 你小股都買個兩張 要漲不太容易 第二個就是說 它的股價偏低 用什麼指數來計算 我算給大家聽 你如果銀行 這個有型資產 我們不要講那是無型資產 有型資產比如說有多少 那算到每一股裡面 每一股的有型資產的比例是多少 那這個就是每一股的 有型資產的金額有多少 跟它的股價來比 我們以前不是股價去比 銀行叫PE比嗎 但這個叫做什麼 PC比Capital 每一股股票上面所含有的 有型資產 有型資產是多少 當然有型資產 你看有房地產 或者投資的方案是什麼 股票的有型資產 中國大陸的價格跟股價 跟美股有型資產的比例 大概0.8 0.8 換句話說你買的是一個價值很安全的 第二個像美國摩根大通 這比較好的銀行的話 大概1.8 真的差了1 風景也差了1 換句話說 美國銀行股 即使現在是壓那麼低 它股價的那個價格 還是比中國銀行的銀行股來的高 當然有人說 是不是中國銀行裡面很多的 帶帳打銷的政策 太過保守 就是沒有打那麼多 所以還有很多未來要打的帳 所以其實不是 就是控管你很嚴格 所以沒有太多的企業敢一下子進去買很多大陸銀行股 如果你買很多的要想一想 大陸政府就要看看 你是誰啊 誰是你啊 對不對 所以買的人都不會買太多嘛 不太容易漲 那至於是 是不是理想比翁港 是 因為它絕對不會有銀行危機 安全性很高 所以存款放在中國銀行很安全 所以它這個指的就是說 中國銀行在這一波的 歐美的銀行風暴都完全沒有受到傷 是因為它跟過去的交易上面 本來就有很大的防火牆在那裡 有很大的很高的柵欄 所以它沒受傷 但是現在你如果把存款 進入了高柵欄的避風港之後 你想要再跳出來 也還是有一個很高柵欄 沒有沒有 因為你找不到地方更高柵欄更怕放 你就覺得在舒適圈裡面比較安穩 所以現在中國的幾個大銀行在香港 存款都已經滿意了 已經到了這個 明天再來存好不好 可是銀行存款太多也會頭痛 對銀行來講 那當然是 可是 這叫爛頭寸 不是不是爛頭寸 開飯館你也怕客人多 那你就想辦法消化 就要想辦法消化 那大陸上在這方面 算是相對都還保守 你越保守人家越相信你 越想把錢存在你那邊 那可是你的營業規模就要慢慢擴大 慢慢擴大 當然不必急躁 大概2008年到現在為止 中國大陸沒有任何一家主要銀行有什麼危機 沒有 那再加上他們的幾個中央央器的債信 不像以前 有點放任不管了 2013年習近平主席當家了以後 大概都很謹慎在處理這些問題 我最喜歡罵紫光集團有沒有 我說你千萬不要讓紫光集團 你發行的債券有沒有 在外面倒帳 那很難看 這是國家心有有沒有 我在節目講了 他們現在果然 講到這個 趙如都進去關了好不好 不是 可是講到這個時候就是 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紫光集團的海外債 其實到目前為止沒有Default債 他就跟你講 對不起 我們現在碰到你困難 經過法院裁定 你讓我們多延個5年 利息照付 未來本金照付 大概這樣子 那很多債券持有人 什麼香港海外 本來想說 會全部沒有了 電閉紙 他有 都很開心 可是這樣一來 中國政府的債信就建立起來了 你看那個 那個瑞士什麼東西嗎 瑞士政府還把人家AT1 債給槓掉 以後誰敢買瑞士的債券 人家百年銀行 現在就不行了 瑞士銀行就不行了 所以瑞士跟瑞幸的問題 恐怕還要好幾年才能處理得完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標題不對 我不敢講是很理想的避風港 但中國銀行業 絕對是目前很不錯的避風港 就是可能是目前唯一的避風港 我不敢講唯一 至少沙烏地阿拉伯銀行還可以 他有遊做保障 不是 他自己錢太多了 他不需要別人的存款 所以你要開悟很困難 對啊 中國大陸應該趁這個機會 把香港打造成全世界的 更高檔的金融中心 我不說香港不夠高檔 他的證券交易量夠 可是他的貨幣外匯交易量 目前還不如新加坡 這一點是要想辦法去改善的 就趁這個機會 在某些部分的金融的改革系統 追上新加坡 我們節目不能講得太專業 何況那個 香港貨幣當局 也沒有付我們的廣告費 呼籲一下香港貨幣當局 來下下廣告好不好 香港的貨幣當局就是 這是我們所說的中央銀行 因為只有新加坡跟香港 他們用叫貨幣當局 為什麼 政治中文怎麼翻譯 我不曉得 貨幣當局 貨幣當局 貨幣管理局 貨幣管理局 不是用央行的名字 新加坡也不是 新加坡也不是 新加坡沒有央行 他們貨幣管理局 他們的工作非常的單純 只是管貨幣的 央行本來是管貨幣 這很累啦 他們沒有管其他的 像我剛聯準會管的事情 還蠻多的 各國制度不太一樣 各國制度不太一樣 對 聯準會就是多嘴吧 愛管閒事 因為大家就以他為依規啊 沒有錯 因為他們覺得美國總統 都不太有水準 美國聯準會主席都比較有水準 所以 利潤的美國聯準會主席 一般來講 社會評價都很高 對 而且不像很多政客亂講話 都很謹慎處理事情 算是可圈可點 蠻專業的 他不敢找一些 一些莫名其妙人去當聯準會主席 不太敢 應該沒有一個國家敢找一些 莫名其妙人去當聯準會主席 好像是齁 對啊 好像是 那個是一個專業度很高的局 沒有錯好像是 就像那個 那個時候重症醫生齁 不太敢找到沒有經驗 重症醫生 對啊 要開刀要找那種很專業的醫生 不敢隨便齁 那個就是開刀的銀行 有啊 因為以前 那個泰國齁 有一個 有個女的央行總裁在 金融危機應付出差錯 就使得泰國幾乎破產 亞洲金融風暴就被從他們那裡開始燒起來 那個是一個很有名的案例 在歌書上都有 竟然採取一個 所有的銀行界論最笨的方法 那就沒辦法了 他為什麼會這麼笨 後來發現他不是專業 他是正式任命的 他本來以為是管帳了 這個好像差很多